三国时期 位数无三国之间除了战场上的较量 还上演了一场货币暗战 这场货币暗战 是因为刘备铸造大面纸的直白五珠钱而引发 刘备夺取成都后 为了筹集军费发行了大面纸的直白五珠钱 之后为了讨伐孙吴又加大规模铸造发行 没想到当这种虚值大钱流通到魏国 和吴国境内后 对另外两国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魏国和吴国只好采取反制措施 三国之间上演了一场货币暗战 那么魏国和吴国都采取了哪些反制措施 这场货币发行上的较量 为何对当时的历史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呢 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信息部主任王永生 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钱币与王朝 三国钱币暗战 上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刘备是三国演义中的主角 在传统的小说戏曲以及现代影视作品中 都是按照儒家意识形态的正统观念 将刘备塑造成了一个政治上以匡夫汉史为己任 经济上处处体调百姓疾苦的明军形象 这都属于文学创作 那真实的刘备是怎样的呢 实际上通过刘备铸造的直白五珠钱 就可以看到他的另一面 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直白五珠钱 正面是直白五珠四个汉字 上下是直白左右是五珠 背面也没有文字 大家对五珠钱可能并不陌生 知道他是汉武帝时期铸造的 一直流通使用到唐朝初年 但是直白五珠钱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 也不知道他与一般的五珠钱有什么不同 刘备铸造的这么小小的钱币 在三国的历史上 曾经发挥过非常大的作用 他不但给刘备帮过大忙 使其渡过难关 还让尝到甜头的刘备乐此不彼 继续大量地铸造 并因此而给东吴和曹魏两国 造成了重大的伤害 关于刘备铸造直白五珠钱的事 在三国演艺小说 以及戏曲作品中 都没有被提及 这件事在三国志 这一专门记述三国历史的著作中 却有明确的记载 初公刘彰 被与世众约 若是定 府库百物 孤无预言 吉巴成都 世众结舍干戈 府储藏 进取食物 均用不足 被甚优质 八月 一耳 但当住直白钱 贫注物价 另立为官室 被从之 数月之间 府库充实 这段记载 说的是公元214年 刘备趁着刘彰危难之际 发兵从刘彰的手中夺取了成都 当时刘备为了极力将士 就与他们约定 攻取成都之后 刘彰府库里的东西任由他们去拿 在利益刺激之下 士兵们争先恐后 一举攻占了成都 刘备也说到做到 兑现了诺言 兵士们都满在而归 只有刘备没有收获战利品 这样一来 问题就出来了 因为当时军队的吉养 都是由军阀自己负责提供 主要是靠战利品的筹击 现在成都虽然到手了 但是刘备的军需用品 却没有获得补充 而随后对成都的管理 还需要消耗大量的财物 如何来解决呢 这是刘备犯了难 正当刘备为军需用品不足 而犯难的时候 有个叫刘八的部下 向他提供了 铸造当百大钱的建议 为了解决军费不足的问题 刘备采纳了刘八的建议 铸造大面值的当百大钱 那什么是当百大钱 铸造当百大钱 为何能解决军队 挤养不足的难题呢 所谓当百大钱 实际上就是一种 大面值的钱 当时成都地区 使用的是五珠钱 比汉武帝时期的五珠钱 要小将近一半 重量仅有两克左右 被称为鼠五珠 意思就是在鼠地流通的五珠钱 刘八建议刘备铸造的当百大钱 就是一枚相当于一百枚 鼠五珠 有人可能会认为 这不就相当于我们现在 在一元纸币的基础上 在发行一种一百元面值的纸币 这样反而更方便 人们的交易 携带 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好 实际上 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纸币 它本身几乎是没有价值的 属于信用货币 虽然和面值的大小没有关系 但是纸币的发行总量 必须和社会财富的总量相匹配 否则就容易引起通货膨胀 货币就会贬值 古代使用的铜钱 与纸币是有区别的 因为铜钱本身是有价值的 这里问题的关键是 刘备铸造的直白五珠钱 虽然面值是数五珠的一百倍 但是它实际的重量 却不到一百倍 只有三倍多 重约6.4克 这就意味着 刘备凭借他手中拥有的武力 通过直白五珠钱 在他控制的市场上 强买强卖 要用6.4克的铜 去兑换百姓手中原有的200克铜 这样就等于多换取了民间 三四十倍的物资和劳务 难怪三国志记载说 刘备发行直白五珠钱之后 数月之间 俯控充实 一下子就解决了军队的挤养问题 刘备初次尝到了 铸造直白大钱的好处 说到直白五珠钱 不知道大家刚才注意到了没有 它证明的钱文有一大特点 就是直白五珠这四个字的书体 是不一样的 数写的直白俩字是利书 而横写的五珠俩字却是小赚 为什么同一枚钱笔上面 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字体呢 实际上这是因为刘备是在仓促之间 决定铸造直白五珠钱的 因为时间紧迫 就随手从此前蜀地流通的 五珠钱的旧钱范中 拣选了比较厚重的一种 在上面加颗直白两字 便开始筑钱造成的 因此原来分裂窗口左右的五珠俩字 还是原来的小赚起 而新课的直裂窗口上下的直白两字 却是当时流行的利书体 这就造成了同一枚钱笔上面 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书体 但是却开创了我国货币史上 历书用于钱文的先例 另外在一枚钱笔上 同时使用两种字体 就是从刘备铸造这枚直白五珠钱开始的 除了字体不一样之外 直白五珠钱含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橙色五花八门 颜色多有不同 这说明他们的含铜量是不一样的 民间传说 刘备当时为了筑钱 就四处寻找铜料 甚至收取民间百姓家里挂文杖用的铜钩 将这一类的铜器 有的甚至是铁器 销毁之后直接都铸成了钱 因此直白五珠钱的颜色五花八门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 刘备当时军用不足的军况 刘备铸造直白五珠钱 一度为他解决了夺取成都后 军队补给不足的难题 数年之后 因为要讨伐孙吴 困于军费的刘备 又想到通过大规模的铸造虚值大钱 实行通货膨胀政策 筹集军费的办法 于是加大了铸造直白五珠钱的 规模和数量 没想到刘备的做法 对蜀国以及东吴和曹魏的经济 产生了一连串影响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信息部主任 王永生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钱币与王朝 三国钱币暗战 上集 这次是因为在赤壁之战后 东吴为了联合刘备 共同对付曹操 曾经将荆州借给刘备 但是战争结束之后 刘备失约 不想将荆州还给东吴 派关羽住守在那里 东吴大将吕蒙设计杀了关羽 夺回了荆州 刘备大怒 为了给关羽报仇 决定发兵讨伐东吴 打仗需要经费 如何来解决呢 刘备自然就想到了 上次帮他渡过难关的 支白五珠钱 于是又开始大规模地铸造 三国演义中的宜林之战 实际上反映的就是这一段历史 但是书中只渲染了刘备 如何重情重义 明明知道蜀汉的国力不如东吴 但是为了给结拜的兄弟报仇 身体有病的他 还依然执意要御驾亲征 但是书中并没有给读者交代 他为了这次出征 是通过大规模地铸造虚值大钱 实行通货膨胀政策 抽集军费的 这次铸造的支白五珠钱 与上次铸造的相比数量更大 对蜀国以及东吴和曹魏的经济 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战争的结果大家都很清楚 蜀军不但被东吴大将陆勋 火烧联营惨败而归 刘备更是病逝在了白堤城 诸葛亮临危受命脱孤 这时南方的少数民族 又趁机发动了叛乱 处于内忧外患中的诸葛亮 后来在初始表里 用危机存盲之秋 来形容当时的艰难困境 被刘备脱孤的诸葛亮丝毫不敢懈怠 他一边派人去东吴讲和修好 一边清帅大军南渡卢水 平定叛乱稳定后方 可是这时的蜀国已经财力枯竭 如何来解决南征的费用呢 无奈的诸葛亮 很可能野学刘备 再次铸造了直白五珠钱 三国演义中 诸葛亮七秦梦霍 反映的就是这一段历史 当然在书中我们不会看到 诸葛亮为了降服反叛的梦霍 除了七秦七宗之外 还使用了铸造须值大钱的手段 来筹击经费 这次铸钱与刘备为了东征孙权 铸造的直白五珠钱有两点不同 一是直径约27毫米 重达7克 尺寸和重量都要厚重 并略微大一点 刘备铸造的直径约25毫米 重约6.4克左右 这可能是因为 诸葛亮认为 这是用于蜀国境内的钱币 应该与对付吴国的钱有所区别 另一点不同是在 钱币的背面 加注了一个传书的为字 表示铸造于钱为 钱为是蜀国的一个地名 位于今天四川维远县 上世纪70年代 考古工作者在那里挖掘出土了一批 备注围字的直白五珠钱 而诸葛亮当年又正好在那里驻军 因此考古工作者们认为他们很有可能 就是当年诸葛亮铸造的 中国钱币博物馆收藏的直白五珠钱 就是1992年初 我去维远县博物馆调拨的 那里因为是四川与西南少数民族贸易的中心 商业发达 贸易繁盛 诸葛亮选择在那里筑钱 就是为了便于筹集军需物资 在钱币背面 加注地点为字 目的可能是为了与刘备 为东征孙权而铸造的钱币有所区别 相传这个传书为字 还是诸葛武侯所书 它也是古代方孔钱中 最早的两面都著有文字的钱币 因此成为了钱币收藏爱好者 争相追足 希望能拥有一枚的真品 宜邻之战以后 诸葛亮通过主动讲和 虽然缓和了与东吴的关系 吴蜀两国似乎又回到了此前互相结盟 共同对抗北方强敌曹魏的局面 但是因为这场战争 刘备大量发行的虚值货币 直白武朱前 却在未属无三国之间 引爆了一场不见刀光见影的 货币贬值竞赛 其惨烈程度及杀伤力 丝毫不逊色于火烧连营的 宜邻之战 或是火烧连船的赤币之战 为什么刘备铸造直白武朱前 就能引爆一场如此惨烈的货币贬值竞赛呢 这里我需要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有关货币金融的知识 所谓货币战争 顾名C就是通过货币的发行 既以货币为武器 来打击敌对一方的货币 并套构其战略物资 目的是从经济上打击 削弱对方 同时增强壮大自己的实力 因此从本质上讲 货币战争属于经济战的范畴 它能够成功实施 必须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 一是所发行的货币 能够流通到对方国家 二是你的货币能够在对方市场上 取代对方的货币 也许刘备主观上 没有发动货币战争的想法 但客观上 确实产生了这样的连锁反应 第一点 即货币流通到对方国家 实际上很容易做到 因为当时未属无三国 政治上虽然是分裂的 但是经济上却是一体的 使用的都是同一种金属货币 这就是东汉遗留下来的五珠钱 因此他们可以互相流通 相互使用 并无障碍 关键是第二点 这涉及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原理 说的是当市场上 有两种实际价值不同的货币 同时流通使用的时候 实际价值高的货币 即良币 必然要被迫退出流通领域 而实际价值较低的货币 即劣币 反而会充斥市场 这就是著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利润 因为它最早是由英国16世纪的 皇家造币局局长格雷辛提出的 因此又被称为格雷辛法则 明白了这个原理之后 我们再来看刘备大量铸造直白五珠钱 除了可以从本国老百姓手中 据点财富之外 这些虚值的大钱流出国界之后 对东吴和曹魏两国的货币市场 同样也会造成巨大的冲击 因为刘备的直白五珠钱 一枚相当于一百枚五珠钱 使得那些使用原来五珠钱的人损失惨重 因此他们就会将手中的五珠钱 藏意起来不用 而使用刘备的直白五珠钱 或者是将原来的五珠钱 销回改注成直白五珠钱 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 总之不管怎样 最终的结果都是 直白五珠钱在市场上 驱逐了原来的五珠钱 这样刘备通过大量发行 虚值大钱 客观上就达到了取代对方货币 套购对方物资 最终破坏对方经济的目的 刘备大量铸造直白五珠钱 不仅从本国老百姓手中 聚敛大量的财富 这些虚值的大钱流出国界之后 对东吴和曹魏两国的货币市场 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五鼠之间爆发一灵之战后 曹丕希望他们相互消耗 所以并没有出兵伐吴 但这时蜀国的直白五珠钱 已经开始大量流入魏国境内 市场上谷物的价格开始大幅攀升 并被蜀国商人大量套购运走 面对咄咄逼人 破坏力极强的蜀国 虚值大钱 曹丕如何应对呢 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信息部主任王永生 继续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钱币与王朝 三国钱币暗战 上集 我们先来看看曹魏的情况 曹魏地处北方 自东汉末年黄金起义以来 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货币经济日益衰落 后来又在董卓铸造的 被称作恶钱的 这种减重小钱的冲击之下 货币经济被彻底的摧毁了 基本上退回到了实物经济状态 公司都很少使用货币 而是使用盗谷 捐博作为交换的手段 曹操统一北方之后 借鉴秦人以吉农兼天下 孝武以屯田定须的经验 为了增加粮食收入 保证军需供应 于是大力提倡屯田 使社会经济逐渐得到了恢复 曹操初步安顿了北方之后 于建安十三年 也就是公元二百零八年 迁都许昌 被汉先帝封为名义上 还存在的东汉丞相 于是亲率大军南下征讨刘表孙权 希望能够实现统一 结果在赤壁被周瑜率领的 孙权和刘备的联军打败 这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火烧赤壁的那一段 当时曹操为了筹击粮草 曾经在北方恢复使用武朱前 但是曹操这次使用的是旧钱 还是另外铸造了新钱 证实中没有记载 私家的技术又都相互矛盾 经过考证 我们发现曹操实际上 曾经在洛阳开炉铸造过钱 他本来是想以此整顿壁质 取代董卓留下来的恶钱 重新恢复使用货币 借以安定社会提振民心 也便与他调配社会资源 加强管理 但是因为汉代在洛阳 长安两大造壁中心 先后都毁于战火 两汉积累下来的筑钱技术 也都损失殆尽 因为缺乏技术上的支撑 曹操所铸造的五筑钱 虽然重达三筑左右 但是助攻低劣 并不比董卓的恶钱好多少 坐价却比董卓的恶钱还要高 因此并不受欢迎 只能存放在府库里 元221年 也就是刘备东征孙吴的那一年 曹丕也曾经于三月份 下令恢复使用五筑钱 这是因为他准备征讨东吴 恢复使用货币 主要是为了便于从社会上筹集 他所需要的军需物资 曹丕向社会上投放的货币 就是曹操当年存入府库中的钱 因为后来武蜀之间爆发了一林之战 曹丕希望武蜀相互消耗 所以并没有出兵伐武 这时蜀国的支白五筑大钱 开始大量流入魏国境内 使得曹魏的五筑钱被逐出了市场 流通的都是蜀国的虚值荡百大钱 市场上古物的价格开始大幅攀升 并被辅国商人大量套购运走 曹丕一看形势不妙 费除铜钱又恢复使用实物货币 但是以古博为交换手段的弊端 很快就暴露了出来 当时百姓为了贪图小利 就向稻谷中加水 或者是将捐薄支得很薄 以此来获利 虽然对犯法的人都施以杀头的重刑 但是也不能禁止 因此主管经济的大私农司马之 曾经建议恢复使用五筑钱 他说使用货币不但能增加国库的收入 甚至还能减少犯罪 于是魏明帝曹瑞于太和元年 也就是公元227年 再次决定恢复使用铜钱 并重新铸造了一种新钱 称曹魏五筑 曹魏五筑虽然还是以五筑为名 但是重量却不到四筑 大致在1.4至2.5克之间 这样减重的原因 就是因为曹丕时期 受蜀国当百大钱冲击的结果 即便是这样减重的小钱 恢复使用之后 还是吸引蜀国的当百大钱 大量地流入魏国 在推高物价的同时 还套购走了大量的物资 无奈的曹瑞 只得再次废出铜钱 恢复使用古博等实物货币 史书记载说 至近用之不闻有所改创 意思是说 一直到西近都再没有铸造过钱 曹瑞这样做的结果 使得实物经济仿佛 就像一道防火墙一样 不但断绝了刘备直白武朱钱 对魏国的渗透 更是阻断了后来 蜀国和吴国 进向推行通货膨胀政策 所带来的巨大冲击 保持了魏国经济的逐渐恢复 以及社会的相对稳定 面对刘备的通货膨胀政策 那东吴的孙权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我们下期接着讲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为了应对蜀国发行 直白武朱带来的冲击 孙权采取了非常大幅度的反制措施 一出手就推出了面值当五百的大全五百 这场较量最终对历史走向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三国前臂暗战 下集 下集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